第三百四十五集 大黑狗在旁不屑地冷笑 一看你就是坏事做绝 连出行都要这样 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少嘚子啊 赶紧带我去寻西黄京 叶凡感觉这只大黑狗真难对付 先带我去周围的城池转转 黑黄头颅扬得很高 扫是红褐色的大地 没事去城池转悠做事啊 我们不是出去游历 而是去寻西黄京 你不是说西王母草创该京时 刻在一座绝壁上了吗 本黄已逝多年 山川大地都发生了变化 哪还能记得那么清楚 我需要仔细转转 才能寻到方位 大黑狗 秃尾巴竖得很高 一副很超然的样子 你活多久了 还山川地貌大便样 这是大言不惭 叶凡瞪了他一眼 神王也不过能活几千年而已 其他人的生命则要短上很多 放心好了 等我转一圈 保准能够寻到那处绝壁 大黑狗向前跑去 如一道黑色的闪电一般 在接下来的几日里 他们先后转了三十几座城池 大黑狗四处转悠 根本就是一副闲逛的样子 小子 你可真是坏事做绝啊 你看这座城池中 都贴出你的画像来了 千金元的奖赏啊 在一座名为长丰的古城中 叶凡看到自己的图像 毫无疑问 是鸡家与遥光发下的鸡拿令 有人贴出来了 类似的鸡业令 他在老刀坝子那里 见到过完全一样 等我闲暇下来时 将他们进入北域的年轻一带 都干掉 你是想得到西黄金后 拿他们猎手吧 大黑狗看穿了他的心思 你还没有寻找方位吗 别告诉我你忘了 我已经渐渐的想起来了 可以出发了 大黑狗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前行了数日 叶凡感觉不对劲 大黑狗在带着他 向太出骨矿的方向前进 你确信没记错路啊 这是去太出骨矿啊 没错啊 这就是去腰池故地 叶凡有所听闻 摇池故地距离太出骨矿万余里 后来才举派搬迁 不过 如今谁也不知道 所谓的摇池故地在何方 没有人能够寻到 据说 在摇池撤离时 已经彻底的封印了 太出骨矿周围 浩瀚无垠的地域 全都是矿区 大黑狗像是老马师徒 观看山川地势 不断绕行 避过圣地的矿区 将叶凡 带入红褐色的大地深处 叶凡问道 摇池为什么撤走啊 事实上 很多古籍都有记载 摇池距离太出骨矿万余里 并没有提 为什么搬迁 具体原因谁也不知道 月光如水 叶凡与黑黄 已经在无人区前行了十几天 依然没有寻到所谓的摇池遗址 不对啊 摇池故地 山巒秀丽 景色优美 是一片绿洲 应该就是在这片地狱了 怎么不见了 大黑狗狐疑 月光下 红色的大地以往无遗 没有尽头空空框框 不要说是山 就是大石都难以见到 黑黄扬天望了望明月 又看了看这片血色的大地 这块地方被封印了 小子赶紧找 如果我们进入一个花香鸟语的世界 说不定会有大机缘 突然 叶凡心中一惊 他见到远处地平线上有白色的身影飞天而上 摇池飞仙 大黑狗双眼中射出两道神芒 看来我们来对了地方 一定要寻出封印的摇池古地 我倒想看看 他们为何要撤离 北狱 白天与深夜温差很大 月光清冷 寒气有些息骨 地平线上 几道白色的身影非常飘渺 明灭不定 跟仙人一般空灵飞天而去 叶凡一步一消失 在空旷的大地上留下十几道虚影 追出去很远 但却什么也没有捕捉到 他立身夜色中 仰望无银星空 那是什么东西啊 他心有疑惑 几道白影 咬然到茫茫夜空中 再也见不到了 那是摇池飞仙 飞仙 叶凡不解 仙 对于修士来说 虚幻而不真实 虽然总有传说 言其存在 但却并没有任何证据 纵有些被记载于古籍中 也经不起推敲 很难说清 摇池是一处古迹 夜月下偶尔有飞仙奇景 谁也说不明是怎么回事 远观朦胧 尽看渺然 传说 这是荒谷残影 是武锦岁月前的映照 是古之旧式的回放 叶凡不相信 不可能是仙 我也没有说是仙呢 黑黄 双目绽放绿油油的光芒 他在黑夜中 跟狼没什么区别 空旷的大地上 除了沙石 什么也没有 后半夜 非常的幽静 夜凡与黑黄 寻了大半夜 一无所获 当年 摇池在这里开派 是因为此地山水 运灵袖 是罕见的先帝 可如今一片荒凉 除了红沙 再也见不到其他 摇池飞仙 奇景一现 这里 绝对是摇池 故地无遗 可无论怎么寻找 也看不出一丝破绽 朝霞 喷波 红眼眼 金灿灿 红褐色的大地 升灰 叶凡与黑黄 忙了一宿 不要说一指 连款桃瓦片 都没发现 你真是不靠谱 告诉我这里 有一部西黄金 却连门都摸不到 什么叫好事 多磨知道不 那是什么 那是传说中的 西黄母所创 哪能那么容易得到 大黑狗找理由 来之前你说的很轻松 说是刻在一面 绝壁上 只要到来此地 就能寻到 结果怎样 大黑狗拉长了脸 泱泱的走到一边 眯缝着眼睛 琢磨了起来 很长时间才说道 此地被封 本黄身体有点小样 目前可能打不开 只能另想办法了 他蹭的一声 站了起来 去摇池的边缘 那里封印最弱 估计有办法溜进去 足足前行了半日 寻寻觅觅 甚至在沙石地上 挖了很多大坑 大黑狗才确定下来 在这里找吧 正午的阳光很毒了 烈日当头 人与影子几乎重合 黑黄转又来转又去 突然跳了起来 找到了 叶帆文言 冲了过去 前方 一片红色的沙地上 亮晶晶 火辣辣的艳阳 洒下的光芒流转向那里 跟个大火炉似的 说地下有古怪吗 从这里能进入摇池 我记得在摇池 先帝边缘有一口古井 应该就是这 多半可以进去 我说老黑你靠谱吧 别有瞎忽悠啊 叶帆有点不相信他 大黑狗呲牙咧嘴 叫我黑黄 叶帆一巴掌拍出 屠杀卷起 地上出现一个大坑 出现了一些大石 没错 就是这 岁月无情啊 连这口古井 都被封杀给淹没了 大黑狗蹲下来仔细看 当他们清理完地面 下方出现一口古井 是以古玉石围砌成的 井口被大石封着 天上的阳光 就被这口井吸纳而来 因此跟个大火炉子似的火热 摇池故地果然不凡 被封印了 还能够自动吸纳日月精华 这口井 再吞纳日灰 当叶帆掀开大石 露出一个黑洞洞的井口 下面很深 探不到尽头 你确信 这口井能通往摇池 叶帆忽疑地看着他 应该差不多吧 大黑狗以不确定的口吻说道 什么叫差不多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你从这里进去过吗 这口井如此深 指不定通向什么地方呢 这 这不是 没有办法吗 我们需要慢慢地摸索 大黑狗掀了一块石头 扔进了古井中 好半天都没听见回响 叶帆一惊 这是一个无体洞啊 哎 我想起来了 这里一定能进摇池 以前有人从这里进过 小子 你先下去探探路 你怎么不去探路啊 本黄现在练功出了点问题 不宜飞行 只能你下去 你是带路的 去让我去探路啊 叶帆瞪了他一眼 哎 下面有光 大黑狗突然向井中探头 叶帆惊讶 向下望去 可什么也没有发现 就在这个时 他感觉那硕大的狗头 在他身上撞了一下 把他给掀翻了下去